還有就是我們蛋炒飯不要拿熱飯去炒 熱飯的話炒出來不香 必須要是冷板 而且這個冷飯還要偏硬一點點 太軟了也不行 軟有一點 它給你不散出的嘛 有多多 今天讓你們黃子看個兔 讓你們以後都不會刷 又不是黃子又不是黃子 以後刷又是黃子 今天這是第幾把第四把了 說實話我不是很想搞他 當然也可以試一下試試 比翼雙了來一個兄弟 比翼雙了呢 要學Q的Q加點藍死了 其實我是一名黃子主播啊 我沒有誤忘初心 我沒有忘記自己的初心啊 我還等他少A一下 我讓他多A一下 幫我吃了 啊 我擔心 是死嗎 可以 我擔心 不是 我擔心 我擔心 是 其实我两年前直播的时候 很多弹幕一进来就是 怎么又是黄子 除了黄子不会了 我用了整整半年 玩了很多英雄 才扭转了大家对我的印象 偏见知道吧 其实我会玩的英雄也蛮多 只是偶尔玩 但是你得经常玩 别急了倒三一波 这倒是怎么没演呢 这波不要吃刀妹经验 让他倒一波三级来 等一波比翼双了 他要补刀了 上上上就这波 EQ插起 JQ啊 不知道没有 这波就问你们戏不戏 不要面对他被刺 闪现拉开一下 再EQ插起来 恐惧也没用 知道吧 控制抵消 虽然他恐惧我 但是我EQ挑飞 而且我攻速比他快 他恐惧我大概一秒 我挑飞也是一秒 这样的话我们出刀速度更快 为什么 我有德班军棋知道吧 差一把棋子 多40攻速 这是什么什么概念呢 一把短剑 知道吧 才这个12攻速 我这个攻速等于 4把短剑 知道吧 4把短剑 一把短剑 300块钱 我就等于把比他领先了1200块钱 所以他这波 必不可能打得过我的 这波吃他盒子是没关系的 先打一波升一级 到一波4来 这刀子没闪的 我们可以再抓一下 他这英雄很笨啊 只要这个线空的好 不愁抓不死 就看我们这个 相当灵不灵性了 我这波 插个哈马5级 抓他一波到6级 给他来个军训 这波刀子杀了 我应该下一波可以再单吃他 他肯定有放眼 对吧 四不过三 我已经抓了他两轮了 他不可能这个位置没眼的 我们落后 落后一波 你别吓到他 你别吓到他 等于等我一眼 这刀妹不控线的 你个屌毛 这种情况下 没闪没尾移 控线打野来等于死 知道吧 你又当杀不了他 这刀妹不应该推线的 他这线推了就不好杀了 来Q B一双了 他把Q踩掉了 我感觉这波还是可以杀他的 给你Q 给你Q 对 你把兵都收掉 我们推进去强杀他 你把Q叠满 这波再来一波比一双了 可以秒的 可以秒的来 再接大招 甩Q两段 这不就有了吗 对不对 遥控他一波 这个小兵不要吃啊 给这刀妹叠Q 这刀妹Q叠满的话 有额外伤害跟攻速的 攻速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伤害是有的 对吧 给他喂个饼 他只要易中 我接EQ 穿甲加控制 他就甩个大 两个Q直接抬走 这小手可能去偷我红了 我在上路待这么久了 下路可以去看一下 再来一波 他闪现快好了 这小手之后我都在下满去啊 他有可能在打龙 他只要一打这个龙 那好 这个点先锋是我的了 一些塔就有了 我就起飞了 看这个小手打不打龙 他只要打龙我就起飞 来来来 等一手红 快打龙 快打龙 对吧 配進去Q碟碼細節 來鼻翼雙刃 我接E BQ 我接踩大兩段Q 爆 刀美傷害還是高的呀 小型小丑把你開個掃瞄 是吧我都說小丑來了 不過還好他沒死這波 你幹嘛呢你 過來救命一下 我EQ差起來交給你了 我上來了 這兩個屌毛想殺我 走了走了快跑快跑 他要追我了 這亞手跟大同志路走窄了呀 雖然這波先鋒給他吃了 看我這波也名手快 這刀沒人呢 我先去把這個土龍收了 我再去上路拆一斜塔 這麽久沒抓下路 他們肯定以為我不來了 但是我卻偏偏偏來了 來一手出其不易好吧 再點不點我空他 再挑起來 再一刀 你說你幹嘛呢 是不是 你說你直接走不好嗎 來把下路推一下 再掐個龍 這亞手又來了 這亞手怎麼這麽喜歡遊走啊 一般亞手都喜歡對線發育 刷野什麽之類的 這亞手跟我一般看到的亞手不一樣 這是一個綠色性格的亞手 我喜歡樂於助人知道吧 救助隊友 這小丑感覺 他不能這麽玩 他現行了在丟盒子 在開二有點太晚了 他這波如果想殺的話 得先開二 讓我們以為是真身 然後用假身騙一波技能 走了 場線快點上來走了 哎呀那沒辦法了 建議這個小丑去鬥一腰 313進修一下 這把不可能探餘手 我刷很多野的 這把不可能探餘手 上路最後一層 一層三百多 我來了 小丑要抓刀妹去了吧 這麽壓 再來一波遙控刀妹好吧 深控一下他 一進來就看到王環子就很開心 你看又是一位慕名而來的觀眾 建議卡個牌子 有牌子了是吧 沒事建議升一下牌子 我EQ殺人來了給E 沒鎖到 沒事可以強殺 這波怪我 我的EQ沒挑起人來 不然這個刀妹的E是會中 來來來來 我看我看兄弟 你E好了嗎 先拆塔先拆塔 你走 哎呀不是說好我扛你走的嗎 把這個塔拆一下 要來冷了 不對勁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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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反殺他我覺得 先丟個眼 再EQ插死 掛個紅色 抬走 我還要吃你的分身 再吃你的盒子 多55塊錢 再排一個盒子 再排一個眼 哇全家福這波 他8級主要是 我們先 為什麼要丟這個真眼 我跟你們講很關鍵啊 丟這個真眼 他就不知道我要EQ 他就不會用Q或者R 奪我們 雖然他Q已經交往 但是他應該有R知道吧 這波細節要做到位了 卡一波視野 直接全家桶整一個了 我走了 給我找些更強的敵人 腰不疼了 我這腰疼跟我說話有啥關係呢 又不是牙疼 刀妹打得過他吧 這麼肉 我感覺這把可以來個黑切 破敗 怎麼回事呀 電子經濟沒有投降 我們這邊還有優勢呢 加速A兵 大招減速一個E 直到他沒中 那可以走了 我們再控一下龍嘛 這下手感覺我可以秒 你再過來你再Q一下 試試 試試就試試是吧 這接大 你都沒大 你跟我站路幹嘛 這邊有個娜美 他迷路了 閃現卡視野 完了有眼 兄弟們我上當了 他這波如果沒眼的話 我跟你們講 這個維恩他這波包死 他只要進這個草 我一個QR直接把他秒了 主要他這個英雄直接隱身了 我這波EQ有傷害也有挑飛 可惜他是個維恩 他隱身了 不然我可以直接 A提亞馬特再接個R把他秒了 火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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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控一個控一個 這沒有隊友看一下的嗎 我就知道有人在啊 請求支援 先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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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維恩點死快點 點死大美 鎖住 懇見小手在旁邊 先回一口血了 他人呢死了已經是吧 那就無所謂了 3打4 4殺 有時候就是得 自己carry知道吧 特別是玩打野一定要對自己好一點 特別是玩打野一定要對自己好一點 嘖 怎麼又是這個好 人家送魔法球能中三四回 你們不送有什麼辦法的 你們要送中了 我也可以給你們 又是這個好 送魔法球還能反線 就算反線 對吧 沒爆魔法道具 對吧 中抽號還能打號 這不血狀不虧嘛 我要被包了 快溜著波 人有點多 你看 建立一道牆了 他們跟不上 什麼時候再送魔法球 好 待會吧 這好還沒打完呢 中了還可以打四把 以前的話 中了只有打兩把的 看來這東西給他打爆了 一樣 你看 一扣插齊 時間秒了 再扣插齊 誒 剛才被挑飛了嗎 怎麼鑰匙能接大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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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 好 好 好 應該是這個納美的泡泡吧 後排很好用 他們這把有個肉 大肉在 而且這納美也要出肉的 如果對方陣容比較肉 做完還有一些可以補個破敗 或者他們菜刀隊的話 出彎戶和甲再補個破敗 很好用的 這個破敗比木嫩什麼之類的差多了 強烈向你們推薦 你看打的同志都跟王一樣 看到我的傷害沒有 走位 再E克回去 A他 你覺得沒這個破敗能打得過他嗎 行吧 飛鏢沒躲掉 再來一個 血量好了 這當然是真傷的 打了我1800 被這個小丑偷擊了 我想一下 來點魔看 這小丑也有很多是魔法傷害的 這樣的話 護甲魔看血量都有 這魔看出彎5巨型 我發現他就是傳歐B唄 我们得正常5v5打一下 这样打打不过的 而且不能先管这个小丑 得把维炎给他杀了 先杀无缘亚索 对面直接不要小轮去打大轮去了 先把维炎亚索秒了 不然我这个初战比较弱 修个有剃的直接过来 这人装备要做什么 我有点没看懂 杀先杀踢下来 来就杀他就杀他 他落单了这个了 这么打不行 再弹到一个Q我们烂掉了 这时候再EQ 你们看到我 这波是怎么打这个团的吗 先一个孤立无缘的大虫子先把他解决了 然后再拦住维炎跟这个纳美 然后再Q回去杀这个亚索 就把他们整个阵型给他切割开来了 知道吧 先杀一个 然后再拖两个 再回头集火秒这个亚索 维炎就不用管他了 不然的话同时 维炎跟亚索打我受不了的 而且维炎比较灵活 纳美有回血 我们不好一个人切他的 这种情况下 就打切割就行了 就像我刚才这样子 直接二玩EQ直接溜 我动不了了 这波 我没有蓝了 有蓝就好了 没事 我们三龙了 谢谢 兄弟存下 你可我一斤作战 我干闭了 无奸邪 好了我巨星有了 邪鬼也有帽子了 推办做太晚了 这一个亚索不把他秒了 完了我们这边人又分散开来了 这巨鬼当代会被抓 后来赶紧走走 这边五个人 还在隔着补兵呢 差点伤害 不知道怎么玩了太难了 那没感觉他好肉啊 那没感觉他好肉啊 他们要小的我们就吃大的 这我觉得不好跟他们打 他们有个大同事在 哎呦 哎你是脑子被炮打了吗 他又去大带去了 赶紧把龙收了 他们去抓他了 我们去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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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正面能打一打的 他这样送的话 对面待会拿这么多经济优势 就不一定能打了 我们先埋伏秒秒一个好了 杀无奸杀无奸 没有人跟上我 第一时间把无奸杀了就好了 这倒霉感觉可以操作一下 走位躲Q 应该打得过可以 刚才我挑起这个维恩的一瞬间 我们这边就要接技等 卡莎飞过来 刀妹直接Q过来就好了 女坦再接大 这维恩先死了 他打了为先4的血 我这波我看一下 这2600 3600 我砍了4300的伤害 我一共才2700的血量 鲜蛋 又不Ern 上面 也不坏 他亵游 5 5 5 1 5 2 2 5 直接一波了呀 我们四打二 直接一波好了 打算一定要 针对性杀他们关键的人 你看这个无缘亚索死了 就好打这吸油鬼又毙了 这个人他在干什么 他把吸油鬼动不了 这一波插起来继续点 等他K我来 我反向一波 来直接拆了快点 我给你来不及了 我没蓝了 我们去打大龙吧 这个中端刚才不走应该是一波了 感觉这中端待会又要死了 先把龙收一下来 走走走走 打团还是一样先杀这个亚索无缘就好 这亚索没火甲了 其实我们可以稳一点 再等一手巨龙也行 但是巨龙等到的话估计buff就没了 那我们还是不等嘛 直接拆好了 我们都大龙buff加龙魂了 这打不过 没道理 直接一个宽把它宽死就好了 这血鬼稍微正常一点 很好打的 直接把他秒了 B兽插起来 破败A一下 有很多人玩游戏有一种心态 就是他想C 但是他又没那个本事 所以他会拖着到吧 有很多人他有这种心态 要不然就是我C 要不然就是我输 这个弹幕说的很对啊 这个弹幕说的很对啊